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继续讲解的是 2019年第三届象棋人工智能对决赛 象棋名手对阵象棋旋风超快棋加赛的一盘对局 如果你还没看上一半的对局 可以往下点击连接新去看 然后再回来看下半部分 那么好,局面至此 上一部红方G5平4对G 轮到黑方走 黑方选择的是G6平7 那么这部棋比较刁砖 准备G7进二攻单式 而且炮打中兵种种的威胁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会怎么选择呢 好,这个时候红方名手 走了比较出乎意料的一部棋 冰久经营 那么这部棋是一部等招 先看黑方怎么走 实际上红方也不太好动 不过现在考验黑方 如果黑方走G7进二 那么红方也就下市 如果黑方选择炮打中兵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可以先炮的经骑较僵 那么如果黑方飞向的话 现在黑方威胁 G坎中兵 如果红方刚好可以先处帅 那么解杀还杀 准备G4进四杀棋 如果黑方上市 那么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反而主动 比如说赵江退市 那么以下马六进七 或者G4进三 都是绝杀 那么回到实战 所以如果你是黑方 不妨会想想 这个局面应该怎么走 好,实战 黑方的选择是向七进九 这部棋比较含蓄 深奥 保留黑G在兵临线 那么下一步威胁的就是炮八平五打兵 因为现在红方就没有全体炮掉将的新手 现在红方如果走兵五进一 那么黑方就可以聚系进二 现在就恰到好处 因为如果红方下市的话 黑方就炮八平五 这个棋可以胜 所以实战当中 红方凌手的选择是马六退五 左G 那么黑G七进二 准备啃士 那么红四五退四 那么下一步 红方也有马五进四的一个威胁 所以这个棋 黑方全锋 选择向五退七 这部棋很细腻 先防止马五进四 红方的卧槽马反击 当然向不退七 否则将来黑炮一开始 红方仍然有全体炮较将的新手 那么现在红方也有G四退二 比较自然的一部棋 但是黑方炮八退二之后 红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棋 实战当中 名手选择的是炮二退二 这部棋退炮 先避开G七退一的新手 如果该走一部闲招 比如说冰九进一 那么这个棋 退居捉炮应该说是一个绝大的新手 因为红方退炮以后 炮八进一 黑方有进攻的手段 所以这个棋 红方选择炮二退二 先避开黑方退居捉炮的新手 这个时候到黑方走 实战当中 我觉得黑方走得非常的灵活 这部棋 不妨暂停视频 看你们能够猜 黑方走的是什么棋 好 如果你能想到炮八退四 那么恭喜你 你的棋感失分 十分的敏锐 那么这部棋 准备炮八平六 再炮打四 那么用双拘 双腿拍门的杀起 所以红方 红奈只好马五进六 防止黑方走炮八平六 黑方 选择炮八平五 那么局面致死 黑方明显比较主动 那么红方虽然多三个兵 但是黑 炮 马 双鞠 对红方所有大指 有很大的牵制 那么现在 黑方平中炮以后 威胁 鞠 吃相 那么再退 这 退鞠 吃相 所以下一步 红方很关键 这部棋 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的是 鞠四 退三 那么预防 黑鞠 吃相 这个棋 如果你们是黑方 你们会怎么走呢 那么当然 可能一般上的 想法就是 直接 鞠砍相 不过 如果直接 鞠砍相的话 红方 还可以 抵抗 炮二进五 准备 平中炮 那么应该说 如果红方能够抢到 中炮的话 这个棋 红方就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黑方 选择逐细 进一 挡住红炮 那么 红炮依然可以 进一步 准备 中炮 如果这个时候 黑方选择 炮打相 红方 G当然也不吃 因为 AG可以平六 不过 红方可以 继续 吃足 那么 这个局面 互相牵制 不过 红方完全 可下 所以 实战 黑方的选择 比较的 紧凑 G棋 平八 那么 这部棋 做炮 红方 炮平一 那么 这个时候 再G八平九 继续做炮 那么 这个棋 如果 红方 再逃炮的话 很明显 就有平八 就可以白吃 红炮 那么 面临 这个丢子的一个危险 红方 怎么走呢 下一步 很关键 红方 这个时候 还是走得比较顽强 G四 平二 那么 这部棋 气炮 当然 黑 不敢吃炮 因为如果吃炮的话 这个棋 G二近七 点江 那么 再买六近四 那么 这是一个挂脚马杀起 所以 这个棋 实战当中 到黑方走 黑方肯定不吃炮 不知 你们 会走什么 如果 你们是拿黑的 这个时候 我个人觉得 实战当中 旋风走了一步 非常高级的一步 起 炮五近一 那么 先别住 红马防止挂脚 那么 现在 红 G 陈底江 也没用 因为黑方只是退市 所以 红方 这个时候 也没办法 只好 先平一步炮 保留炮 那么 这个时候 红方选择 G九平气 那么 依然威胁 G砍向 红方 先飞一个边向 那么 这个时候 黑方 再走 G二平六 那么 引离内道 再坐下 那么 经过连续巧妙的顿挫 现在 黑G 站 要到 眼看 准备 降五平六 交杀 这个棋 应该说 黑方 大战优势 红方 这个时候 也没办法 冰三 禁一 应该说 这部棋 名手 选择 送兵 显示 红旗 已经 相当的 难走 那么 送兵的 意图 就是希望 黑方 降五平六 那么 红方 刚好 就给 冰三 平四 如果 G吃兵 红方 可以上市 那么 以后 红方 可以通过 对局或 兵炮 完结局势 实战当中 黑方 肯定 没走 降五平六 选择 逐吃兵 红方 这个时候 没办法 只好 陈底 将 逼黑方 退市 然后 现在 逼黑方 退了市之后 出降 就没了 但是 G7 退一 仍然是一个威胁 那么 这个棋 值得一提 如果红方 选择 退局 那么黑方 当然 不会再上 四六 进五 这个棋 黑方 要怎么入局呢 很简单 就是走 四四进五 那么 下一步 就是威胁 炮 五平六 炮打市 这个棋 红方 坐以待毙 实战 红方 选择G6 进二 那么 这个棋 先掩护 中向 这个时候 到黑方走 黑方实战当中 选择走了一部 比较细腻的一部棋 五四 四进五 应该说 光不忘手 这个棋 如果 直接 G7 退一的话 那么 红方 可以 G2 退三 坐跑 那么 黑炮 还要退 不可以平六 因为红方 有马六 进四 的骚扰手段 所以 实战当中 红方 选择 黑方 选择 是 不是 那么 五四之后 巩固了防守 这个时候 如果红方还是G2 退三 那么 显然 黑方就可以 抛五平六 配合双区 在夏尔鲁 红方 崩溃 这个棋 那么 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的是 G2 退 五 局面至此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黑方基本上 已经胜势 那么 以下我们欣赏 旋锋 黑方 如何入局 G7 退一 那么 这部棋 相当的严厉 威胁 吃相 红方 如果G2 平五 也没用 因为 黑方可以选择一个G7 平霸 那么 中炮不管 因为现在 黑方 吃 红炮 两个G 坎式就是一个绝杀 如果红方 平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再吃相 那么如果红方 比如说吃中炮 那么G9进尔 这个棋 黑方即将要绝杀 那么这个棋 实战当中 所以红方的选择是 四四进五 这个时候 转到黑方行走 那么 黑方选择比较多 当然 比较明显的选择 炮五进四 打向 也可以 不过红方 只有出帅 那么 如果黑方选择G6 平五吃四的话 红方 还可以 退狙 形成一个B对狙 那么 黑方尽管大战优势 但是 这个进攻的速度会比较慢 实战当中 黑方的选择是 G7 平九 那么这步棋 下一步还可以G9平气 叫杀 红方 无奈 选择Power 平四 进行完整的抵抗 那么现在 如果你是黑方 你会怎么走呢 这个时候黑方 也是有两个 比较明显的选择 一个是炮五 进四 个人觉得这步棋 也是很直观 红方 如果退市 那么 A 炮五平气 那么下一步准备 整体炮将抽狙 也是非常严厉 红方如果炮四平三 那么 A方 刚好可以G9推移吃兵 摆脱坚制 AG不管吃炮 否则 G吃中兵 这个棋是一个杀起 如果实战当中 A方的选择是 G9进一 这个棋就显得比较高级一点 那么准备砍中式 红方无奈 只好退市 那么 G在 吃兵 那么又威胁吃中兵 这个棋应该说 秩序井然 那么红方 防不胜防 这个时候 如果红方 冰五进一的话 那么A方可以选择 再G9进三 如果不是 这个棋 A方可以炮五平六 现在如果红方选择 G宝炮 那么 A方可以G9推移 那么现在 多吃了一个象 又吃了多一个兵 那么一下 准备炮打象 这个棋 红方也是崩溃 所以实战 这里 红方并没有选择 冰五进一 选择不是 那么也是 试探A方的应手 当然 黑方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手段 就是G吃中兵 不过 红方 还可以G二平五 那么形成一个对G 那么应该说 A方还是大战优势 不过 实战当中 黑方 选择了一个比较强硬 的一步棋 你们能猜得到是什么吗 好 旋风选择是G9平七 那么这步棋 保留实力 避免红方 轻易的对子 下一步 准备足七进一 强度七足 非常的强硬 红方 无奈如果可以 黑足过河 那么以后 G7平五 制中兵就 非常的严厉 所以 黑G只好先过来 这步棋 也有一个暗招 准备G砍象 那么如果 黑马吃回去 马六进气 是一个杀棋 那么 黑方 这个时候 自制不理 选择炮五平八 因为如果 黑G现在吃相 那么 黑方当然 不用马吃 可以选择退市 那么 以下 同方无法阻挡一方 整体炮的一个攻势 实战同方的选择是 G7平二 挡住黑炮 那么黑炮 再平五 同方 再G而平起 那么 这个时候 黑方当然选择变招 向三进五 同方 如果没有后续手段 无奈 只好平中G 捉炮 那么 这个棋 黑方如果选择炮打中兵 那么 同方 现在威胁 G是中式 同方也只有退G 那么这个棋 黑方 尽管是优势 不过 显得不够紧凑 所以 实战当中 当然 黑方的选择是炮五平八 这步棋 更加的紧凑 准备成底炮 杀棋 红方只有G五平二 那么 黑方 再把炮平过来 利用棋规 红G不能常做黑炮 所以红方无奈 只好挺中兵 那么 这个时候 黑方就选择G7进二 这步棋 准备G开始 红方只好退市 那么 局面至此 我们到黑方走 如果你们是黑方 你们会怎么走呢 这个棋 当然黑方的选择 比较多 可能 大部分的棋手 会觉得G7进一 比较人性化 那么 比红方上市 再平炮 当然也是可以 不过 实战当中 黑方的选择 比较含蓄 G7退役 那么 这个棋 红方 也只好先上市 恐怖阵型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就选择 炮打向 实际成熟了 红方出帅 那么 黑方在G砍中时 应该说 以下 黑方 把红方的 市跟向都吃掉 那么只剩下 红帅 一个 光头的红帅 那么应该说 红方的形势 越来越危险 这个时候 黑方 下一步 如果可以强调 G7禁一 应该说 非常的严厉 所以 红方无奈 只好退居 先对居 那么 以下的步 都是相当的逼人 那么 HG再牵制红帅 红帅跟红炮 红G2平4 那么黑方 这个时候 炮5平8 准备整体炮 红帅 进1 那么 双方 循环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逐漆进1 局面至此 黑方的7路组 也投入战斗 攻击 这个光头的红帅 应该说 形势 非常的危险 红方 G4禁2 黑方 双方都 那么 那么 逐漆进1 红方这个时候 选择 炮4禁5 应该说 升炮上来 寻求一个反击 但是 将其旋风 当然是钻度精准 那么 这步骑有禁5险 所以 黑方依然冲阻 那么 红方 平中炮 黑方 通过 打僵 那么 现在 下一步 红方 独有 马六进4 在炮5平6 叫沙的手段 那么 黑方 必须防一步 那么 以下 红方 在平炮 那么 还是 扶 马六进4 黑方 这个时候 通过 一个循环 打僵 那么 这个时候 走了一步 好骑 向武退三 这步骑 相当的巧 马安中 要住红区 那么 以后 必要时 黑马还可以 往左翼 跳进来 进行一个防守 那么 这个时候 红方 选择 居士边阻 黑方 通过点僵 那么 再进炮 准备充足 叫僵 那么 这个骑 如果 红方 选择 马六进4 叫僵的话 那么 如之前所提的 马四进6 就下的好处 那么 如果红方 居士马 那么 黑方 可以通过 打僵 再打僵 利用红炮被牵制 那么 在居瓶中 再是 吃掉 红马 那么一下 红方 难以阻挡 居瓶四 抽赤炮 或 居瓶三 叫杀 还有居中 居士中兵 借中王 助攻的种种威胁 所以 实战当中 红方并没有 法六进4 选择 马六推4 叫僵 黑将四平五 红方 无奈马 是退三 不让黑族 轻易的动 不过 这个时候 黑马 就 跳上来 那么 红方 通过 一连串的 将军 那么 这个时候 只好把 红帅 平进来 不过 黑方的攻势 应该说 势如破阻 眼看 黑马 也投入战斗 红 G 炮 也只能瞎胡闹 应该说 这个时候 红根本没有机会 跳马 因为 如果跳马的话 足一将 那么 应该说 黑方有一连串的手段 比如说 这个时候 就可以抽吃红 那么 软件 算度 精准 所以 尽管给红 炮 G 骚扰 应该说 到最后 有惊无险 实战当中 红方 选择 G6平五 继续叫将 那么 经过几个回合 红方 也基本上 不好动 选择平一个鞭炮 那么黑方 马一进二 红方 再选择较将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 选择马三进四 那么黑方 基本上 局面之子 没有什么悬念 眼看 足七进一 是 一个 直接 可以入局 那么 黑方 这个时候 选择的是 实战 降五进一 不过 足七进一 这个棋 也是相当的简单 赤马 这个棋 应该说 黑方 盛世 那么实战当中 象棋 旋风 降五进一 也是算度精准 有进五险 那么 眼看 依然足七进一 那么 形成黑方 有一连串的 威胁 那么 象棋 名手 也算到无法抵抗 黑G马炮 足的攻势 所以进马将之后 这个棋 就选择任父 那么 这个棋 就讲到这边为止 那么 希望你们看到了 这个视频 你们的实力 也会跟进一步 接近软件的水平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